IG现实动态PO出PCR阳性报告 还附上文字恭喜中奖 没想到下一则的动态 就是PO文男子和友人开车出门 再往下看居然还到运动场打篮球 下一个发文跑到电信行购买智慧型手表 再回家送给女友 明知道自己确诊到处爬爬走还PO文 4月16号深夜竟然违规外出打篮球 而且还PO文在IG的现实动态 新北市卫生局及警方在4月17号的上午 前往他家中查访确认他有违规外出的事实 确诊的18岁男子住在新北市三峡区 14号PCR阳性确诊 却在16号深夜把手机放在家中外出打篮球 还自己发现实动态 17号上午卫生局和警方查访将男子强制移送及检索 明知道自己确诊 还刻意不带手机外出规避电子围离 同时外出打篮球还PO文公然挑战公权力 因此我们将给予150万元的重罚 三峡18岁这名确诊男子不顾防疫规范 恐怕会传染给他人 甚至PO文公然挑战公权力 自私行为除了要缴纳罚金 也遭到网友谴责 借新卫视综合报导 水神抗菌液它比较特别的是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电解次律酸水 所以是温和不刺激 所以是没有残留没有污染 一天使用很多次也不会刺激你的肌肤 小朋友孕妇都可以用 我们可以到快点购来购买 也可以输入燕淫的推荐代码 CTI我发发好可以有折扣哦